这是一个关于读书用书的系列 这里将介绍书的相关知识 为观众朋友的精神世界增添一丝心意 拥怀天下书增添知性美 上期介绍了作为记忆载体的变迁 书是用来读的 今天说说读书好 上至一个国家下到个人 读书好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 那么还是举几个例子吧 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书 书籍是生活的必须品 说这话的是杰斐村总统 幼年时他即每天最新阅读 是一个爱书如命的总统 还在法国做公使期间 杰斐村就说 我更愿意把自己关在一个简陋的木屋中 和我的书籍在一起 吃点简单的火腿 这比畏惧人类权力能够赋予的最高职位强得多 在他的影响下 当时美国是一个勒紧裤腰带也要藏书的国家 20世纪30年代 经济大萧条时期 一个欧洲商人携带古登堡圣经和美音次圣经等一批诊本来到美国 当时人们食不果腹 人人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美国国会为了让图书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图书馆 花费大约150万美元的天文价格买下了这批书 美国人说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没有悠久的历史 污知固然重要 但精神同样重要 美国需要这样的精神宝藏 这种勒紧裤腰带也要买书藏书的精神成就了今天美国的强大 法国某著名设计师说 事业寿命最长的模特是有赌书的模特 因为知性会透过眼神和面部表情彰显 单纯的美貌是不会持久的 真正的美是知性美 不是镜子照多了就会漂亮 而是要透过读书才能让自己拥有内在美 不看镜子的女人还说得过去 但是不看书的女人就有点问题了 中国民间也流传着静悉自指 书女鼻书的说法 到了作家鼻书敏那里 书女就等于书女 她在一本温柔就是能够对抗世间所有的坚硬的 作品吉利 她说 读书的女人更善于窮听 因为书训练了她们的耳朵 教会了她们谦虚 知道世上多聪慧明达的闲人 吸收就是成长 读书的女人更乐于思考 因为书开阔了她们的眼界 拓展了原本纤细的胸怀 明知是胎如臂 有正面也有反面 一厢情愿只是幻想 读书的女人更勇于决断 因为书铺排了历史的进程 惠罪了英雄的业绩 懂得有德比有诗 不再优柔寡断 一物战机 读书的女人更充满自信 因为书让她们明辨自己的长短 既不自大也不自北 既然伟人们也曾失意彷徨 我们尽可以跌倒再爬起来 抖落成灰向前 读书的女人 教少持续的沉沦悲苦 因为晓得天外游天 乾坤很大 读书的女人 教少无望的孤独惆怅 因为书是她们招之积来 永远不倦的朋友 读书的女人 教少怨天忧人 孤房自赏 因为书让你牢记 个体只是横河沙利 沧海一宿 读书的女人 教少刻读与卑劣 因为书中的光明 日积月累 竟然着街巢 扁踏着皮包下的小 书自温和善良 美好之意 好书对于女人 是家乡的一方绿色水土 离了塔 你自然也能活 但与书隔绝的日子 心无家园 半生过下来 女人就变得言语空虚 眼神恍惚 心胸狭窄 见识短浅了 淑女 逼淑女 其实 男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宋真宗赵衡 在《力学》篇中 曾经这么说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中素 安居不用嫁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 五人随 书中车马 多如簇 取妻莫恨 五良美 书中自有 言如玉 南尔玉随 平生智 五经琴相 窗前读 这首诗 迷醉了天下世子 差不多一千年 是读书好的 贴切全世 培根曾说 读书足以疫情 足以富财 足以长财 还说 读书使人充实 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 数学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 论理学使人庄重 逻辑修辞之学 使人善变 凡有所学 皆成性格 人之才智 担有致癌 无不可 读适当之书 使之顺畅 他还举例说 如智力不集中 可令读数学 盖演算 需全神贯注 稍有分散 积需重演 如不能变异 可令读 经验哲学 盖事背 皆吹卯求辞之人 如不善求同 不善医疑物 产证另一物 可令读律师之案卷 如此 头脑中 凡有缺陷 皆有 特要可医 无论国内 国外 从古至今 男人女人 读书就好 科技进步 催生新事物 让我们一起读书藏书 分享书海力的点滴所系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 互动交流 点滴所系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 互动交流